住宅合庭 住宅合庭 请同仁全部出请 警铃声响起 消防队员通知全体同仁 准备出动前往事故现场救援 而主委一销分队长邱正南 也在接获通知后 迅速抵达分队 并穿上装备跟着前往救灾 而邱正南会这么奋不顾身 全是因为朋友在多年前 遭遇的一场意外 因为有一个朋友 叫做陈草席 他因为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讲到遗交可以做公益 然后就跟我在泡茶聊天的时候 就为了去救一张口而性质 然后我就依然这样想说 当遗交也是一种很伟大的工作 所以我就加入了 然后应该比较有记忆的 应该是回贯大楼 就尽量做到说没有体力 不能做了还是说分队这边不需要我 主委一销分队长邱正南 投入一销行列已有14年的时间 因为多年前朋友担任一销时 在火场中身亡 才决心要加入一销 为社会尽一份力 这些年邱正南也参与八八风灾 围观金融大楼倒塌等救援任务 因此也让主委分队的分队长 感到钦佩万分 我们获得这个凯末十分不容易 在千条万选之中 选到最优秀的我们一销分队长 那我们一销分队长在这14年来的工作 参与非常多的救灾 譬如说八八风灾 莫拉克八八风灾 以及围观大楼倒塌的救援 以及创意旅行社的事故现场 他都是在任何的事故现场 他都是抢第一 在第一时间能够参与救援 这对消防工作帮助非常大 那我们一销分队长 他本着热心工艺 以及无所求的付出 在协助我们消防单位的工作 在救灾时间 他都第一时间到现场 每打一次火 救一个人 都是一份成就感 14年来担任主委一销分队长的邱正南 透过实际行动 不仅守护社区居民的安全 同时全心全力的奉献 也让他获得消防界最高荣誉凤凰奖 而未来邱正南也将持续在火场救援 要为社会进一份行李 记者我们的军台报道